谢谢直播各位观众 日前台北市长蒋万安 是送给了国小以下的小朋友 一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就是可以选择4月的其中一天 来进行上下课时间颠倒的活动 我们来听一段现场访问 开心 因为可以成功玩 因为刚好是考完试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看我放松一下 很好 这样可以放松心情 可以听到不少的家长都表示说 小朋友们其实都很期待 虽然今天是其中考心情还是有点紧张 不过想到说这个考完试后 就可以好好的放松 所以也是特别的开心 而大家国小也特别为了小朋友们 举办了这个特别的闯关活动 希望能让小朋友们考完试后 能好好放松 以上是记者掌握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哦 我们下期再见